加入大附羅盤籌碼動人 唯一官方帳號 只要一步驟輕鬆踏入股盤 有操作的方法就有獲利的能力 就有下一支 籌碼動足先機董人長 大家好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籌碼動人大附羅盤的盤 好我們直接來看盤 大盤今天中場上漲18點 RD上漲1.39點 同學今天雖然說沒有漲很多 然後也沒有創新高 不過呢不過大盤今天他沒有跌對不對 沒有跌代表什麼東西 我們今天來講幾個部分呢 但第一個 上禮拜我相信其實市場上在擔心說 這個元宵到底會不會變盤對不對 我在連線的時候甚至說那個電視台採訪 就在問我說到底元宵會不會變盤 因為真的漲好多了 如果說以今天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元宵看起來是沒有變盤的 再來講一下題材的部分 題材其實像這個 他也沒結束耶 手法帶出CPU跟關通訊 其實他今天還是有股帶漲停板 然後台語電的設備股 今天是頭七段同學 這個我禮拜六的時候 有跟業界的產業界的高層 就是有去山上採橘子 我們有聊一下目前那個產業的狀況 但其實就這一塊 我個人認為他進入頭七段了 但也不是我個人認為 其實這個就是一次性的好不好 一次性的入障 一次性入障再來就沒有了 接下來怎麼樣 接下來只剩一點點的維修費 維修費基本上那個貢獻不掉多少EPS的 所以報紙寫歸寫好不好 你看歸看但是呢 有賺到就好 你不要留在上面洗碗啊 好不好 然後再一樣車用在加溫 同學車用在加溫 不是我跟你胡爛喔 他真的有在加溫喔 好不好 等一下一起來看 好那我們先看這部分 其實目前盤面上 其實最重要就是 揮答帶出來的AI邏輯 對不對 那因為揮答帶出來AI邏輯 那揮答的晶片 現在又在缺嘛 所以台電這邊在擴廠對不對 那台電在擴廠的話 台灣這邊在擴什麼 擴3奈米 擴那個COAS 然後日本那邊怎麼樣 同學 日本它不是先天製程啊 你不要搞錯啊 日本是成熟製程 它是28奈米的耶 只是它是特殊製程 特殊製程用要什麼 因為車用 一些奇奇怪怪的啊 好不好 日本它不是先天製程啊 你不要和在一起啊 好不好 但是如果說你回到源頭的話 就是什麼 就是揮答跟什麼 跟那個美超的部分 所以照理說喔 股價應該要跟他們同步搶啊 你懂什麼 就是人家要創新高 你也要創新高一下嘛 你不能說人家創新高 結果呢 結果我在鬥陶摘摘 如果是鬥陶摘的話 代表什麼 代表說他們是老AI 老AI已經怎麼樣 不是說不好 同學我不是說這些老AI 什麼大跌特跌 不是 而是怎麼樣 而是他目前跟上節奏的腳步 他已經變慢了啦 那可能有他自己的原因啊 但是有他自己的原因 你等他可以跟上腳步 可以跟上節奏再說嘛 對不對 比如像這個圍影啊 台光店 其實台光店我也認為還好 台光店還沒那麼弱 因為怎麼樣 因為台藥還在搶啊 台光店又撈到500以下 然後四星啊 七星喔 這時候我們上禮拜有跟大家提到 就是他跟大盤 就是跟那個輝打比較起來 他是不搶的 那不搶的話怎麼樣 不搶的話就是收錢嘛 對不對 但是有些有強度一樣的 你要幹嘛 你可以把錢往這邊集中嘛 應該沒錯 像這個華泰也是一樣 華泰好像連續 今天又第二根黑K吧對不對 那像這個台藥 台藥今天有震一下 但是你看這個 這我們知道156.5 跟大家做示範 3月23是165.5 最高是171耶 但是也就是怎麼樣 你這樣切切的 是U10塊 拉到10塊 拉到10塊的話 今天稍微震盪一下 我認為震盪基本上還好 因為怎麼樣 實線沒破 破實線再說嘛 K線不是這樣高點過高 低點不破低 所以像這個就是 也有辦法 就是他的節奏跟得上的 我認為就是你可以留著啦 那當然最強在哪裡 最強就是在這個SOLA部分 SOLA 那SOLA部分我們現在跟大家提到 其實盤面上怎麼樣 有9支股票 有9支股票啦 那今天有HAMO在漲停板的 有阿 今天還有在漲停板的 上全今天怎麼樣 上全還在漲停板 聯軍還在漲停板 但是我猜啦 我猜啦 我猜明天應該就會開始刷了啦 好不好 明天可能會稍微刷一下啦 為什麼 都是底線的嘛 都短線的嘛 這是上禮拜我們跟大家分享的啦 比如說 就這個題材裡面 聯軍、上全、前頂、滑星光 其實除了滑星光以外 這三支都可以看 為什麼 因為都創新高嘛 你看這個數字 數字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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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滑星光的數字 這個是遙遠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 就在這邊 很遙遠啦 所以如果說這樣的話是怎樣 就是除了滑星光以外 這些基本上都是算 因為他有辦法跟上節奏嘛 那不跟上節奏的話 禮拜五的時候誰漲停板 禮拜五不是上全 不是前頂漲停板 不是前頂漲停板 不是前頂漲停的嘛 前頂漲停的話 今天換誰 今天換聯軍跟上全 但是如果說我們從這個 前頂的部分來看的話 其實前頂如果說你看籌碼的話 他很多短信課進去啦 那很多短信課進去的話 今天當然怎麼樣 今天早上也是差點漲停 不過尾盤 我看起來好像沒水 這是我們的訊息啦 前頂一百三點上行 可以先減碼一半部位啦 可以先減碼一半嘛 然後尾盤的時候 奇怪怎麼撈下來 搞啥 當充的是怎樣 亂充是不是 亂充 就是他的K棒有點 有點爆發量 然後收 就爆發量上限 所以我們先把它出掉好了 K線不太爆發到 聲音部位先出 所以前頂的部分 我們先把它獲利出掉了 但是我個人認為 正當一下還是要買 就是他有稍微修正乖理 還是要買 還是要去找買點 反正就是CPO光動訊這邊 不管哪一支 你看到時候整理 像今天光環也整理嘛 對不對 就是看整理過後哪一支 他又開始 開始的話就是買強的 你懂得是嗎 所以如果說你從前頂的部分來看的話 應該明天聯軍跟上全也是喜來喜去的 都電閃光的 那不是就喜來喜去啦 那個後面再看 反正這一塊我認為要持續做 持續做關注 就是想像空間太大了 想像空間太大了 就是會顛覆怎麼樣 會顛覆整個網通產業 想像空間太大了 所以就是 但短線 股票很多都在天上 稍微整理一下 確認乖理 所以 如果說你這波沒跟到的 好不好 張開送我歡迎你 如果下次我們要跟的話 歡迎你可以跟上腳步 好不好 就這個部分 那除了這個以外 就是台電這邊 財域嘛 就是那個 跟日本這邊比較有關係的 就是後段的封測 後段封測其實 日本那邊不夠 財域這邊 新的CS升級區才剛開始 去年沒賺什麼錢 今年會開始賺錢 而且一年比一定好 所以你不要說去年還賺一兩塊 去年賺一兩塊 然後怎麼樣 今年會開始好 明年它的獲利基本上會怎麼樣 會用有點Double的 你知道嗎 會用Double 比如說像這個 你看它今年是2024對不對 去年賺一兩塊 今年今年怎麼樣 今年賺五塊 這個獲利怎麼樣 獲利是Double 明年怎麼樣 明年又再Double一次 因為它那個東西 獨門的啦 獨家的 沒有人跟它搶 就只有它而已啦 所以它北比很高啊 你懂是嗎 這個不是說什麼 它有然後呢 財域有這個東西 金財是不是也有 金財沒有啦 它那個東西只有財域有而已 所以為什麼法輪會給它這麼高 因為就是要做那個部分 只有它而已 只有它而已啦 所以我認為像這個 就是我們那天講說307對不對 然後呢 禮拜五的時候有拉上海 拉上海當然這一根 這一根 因為有點冤魂 所以你要給它一點時間 化解一下 所以壓回來 我認為壓回來 壓回來應該是OK啦 就是方向向上的 這邊有一個冤魂 就是可能要花點時間 給它整理一下 所以我今天出潛頂的意義 這根的意思在哪裡 就跟這根一樣 你懂得是嗎 這根一樣 這根路會稍微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拖起來 要買才來買 你聽我不好意思嗎 就差不多這樣子 好 那我們看一下車用 車用當然是巨響嘛 對不對 巨響這個我們老朋友不用多說了 今天又漲了 又漲了對不對 早上又八三多 成本六三多 八三多 你如果沒耐心的話 你就出一出好不好 你如果沒耐心 你就把它出掉 反正這一支 我是看好的 好不好 當然這支上去了 有沒有類似的 後面會跟上的 前天是不是跟大家說這支對不對 這支嘛 這支嘛 他跑上來了 今天在這裡嘛 對不對 是不是在這邊 那腳在這裡嘛 他還掉下來 今天怎麼樣 今天他位置在這裡囉 位置在這裡 位置在這裡 他只要一根再上去 一根再上去就再見了 就上去了 應該就上去了 因為他這個本來就拉起來 在做整理的 這個本益比很低耶 本益比很低 而且公司派是很偏多的 你看這種大量區 大量區都不下去 代表什麼 代表有人在守這種價位 好不好 就車用相關的 我認為就是你可以留意 另外一次車用相關也是一樣 這個啦 同學這個喔 投信還沒來啦 不過呢 不過同學 籌碼喔 有分兩種 一種是法人籌碼 一種是內支的籌碼 就是主力籌碼 我們就講簡單 就主力籌碼好了 你法人籌碼 你可以從牌面上去看 那法人買什麼 投信買什麼 外資買什麼 當然你那個內支 主力籌碼 你是看不到 就是他們 他們沒有那個什麼 當然如果說有投信 或是有外資最好 但是往往如果說沒有怎麼辦 沒有辦法 你要換個方向去看 就是說 法人籌碼到底要看什麼 法人籌碼看這個啦 買賣加速差 有沒有發覺這件事情 買賣加速差連續都是負的 連續都是負的 代表什麼 一般來說就是有人在吸貨 就是有人在吸 開始在keep go 就是大戶買的比較多 散戶買的 大戶買的比較多 散戶丟的 就散戶丟出來 就加速的問題 就是我買的加速比較少 所以我一定是大單在買 大單在買 小單在丟 所以也就是說什麼 你看這個大戶持物比例往上升 然後買賣加速差都負的 所以你可以留意一下 到時候一根上去 一根上去搞不好也上去 就是這種管理名很大 然後本益很低的 然後有人在吸的 我認為你可以做留意的 最後看一下這個重電概念股 同學 重電 我個人認為 重電你不要把它想成是 什麼單純的國家政策 重電而已 它是跟台積電這邊有關係的 跟台積電 台電其實 台電很吃電你知道嗎 那個7奈米下用EUV EUV一台一年 3萬度 你一個3奈米廠 一年下來 基本上怎麼樣 一年就是96億度 這是3奈米喔 接下來是什麼 2奈米對不對 2奈米1奈米 你覺得 電再這樣吃下去 到時候哪個 不知道哪一年的夏天 會不會跳電 這邊跳電 那邊跳電 然後呢 什麼猴子咬到啦 什麼什麼奇奇怪怪的動物 什麼的 你會不會又這樣 會不會覺得又是這樣 如果說你不想要的話 那政府 或是說政策 是不是要開始怎麼樣 要開始提前做這東西 那開始提前做這東西的話 其實今天的綠電 那個重電基本上都很強 甚至綠電也很強 因為就是要往電這門口 其實就是台積電這邊啦 後面的吃電啦 那如果說要看的話 我認為如果說 不是叫你明天早上追啦 好不好 你看這個當充率都超高 對不對 而是當充率都非常高啦 都非常高的話 短暖課會幹嘛 短暖課明天搞不好 就撐出來了啦 你知道是嗎 今天追上去 明天短暖課就丟出來 因為只要有賺一點點 同學 他們不是要給你賺什麼掌停板 賺波段 沒有啦 就是賺2%的加差 賺一點點就小五隊那種做法 都賺一點加差 就出掉了啦 所以呢 所以就是如果說像今天這樣的話 對不對 你明天也不用什麼 啊一開盤趕快追 如果一開盤 開盤就開掌停 那就算了嘛 鼻子摸就給他嘛 有本事你繼續拉嘛 但是如果沒有呢 其實通常開上去也是倒下來 因為怎麼樣 短暖課就是要出嘛 所以這個就是 我認為就是短暖課在出的時候 有壓下來 你就可以留意了 好不好 就是今天當充率很高 你明天怎麼樣 明天等他們有壓下來 就是短暖課有壓下來 要看這就看 那要看誰 先看這一支啊 中心電啊 好不好 為什麼 我問你啊 我們禮拜五的索馬教學視頻 有沒有中心電 啊 禮拜五的索馬有沒有中心電 有沒有嘛 蛤 有沒有 有沒有你自己去看嘛 你自己去看嘛 啊之前有沒有生未能源 有沒有嘛 我有沒有跟你說這 我的目標好像跟大家說這個 只要120幾就可以買 130幾喔 準備找賣點對不對 所以呢 所以上禮拜 禮拜五有沒有中心電 上禮拜一二有沒有生未能源 你自己看這個好不好 你自己看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 我們做個點簡單結論 就是明天也不用硬追啦 好不好 有壓下來 有壓下來可以去看 然後呢 可能先看什麼 先看中心電 因為反正在出報告了 報告寫的滿高的 好不好 好我們做點簡單的結論 其實我們講的是一個操作方法 操作方法當然第一個 盤面有沒有問題嗎 盤面 盤面看起來是沒什麼問題 指數也沒什麼元銷變盤 只不過怎麼樣 只不過舊的AI它怎麼太動 換什麼 換一些新的題材 甚至今天換到什麼 換成什麼特用化學去長 同學 特用化學真的會長的話 特用化學會長的其實 上品啦 禮拜五的索毛我們上品 你知道對不對 除了上品啦 除了上品以外 其他的都是 都是 配題材的啦 哎呦 你怎麼那麼卡好 應該這麼講 會長的話早就長了 怎麼可能躺在那邊沒有動 然後你今天出新聞還要漲第一根 那你覺得是誰買的 會長的話早就長了 不會躺在那邊躺兩邊 不會動 那種都是沒有的 會真的有的 上品你可以看 但是上品的法蘭布哥會區 好像也在這邊而已啦 你懂是不是 所以就是 盤面沒有問題 只是操作上 個股要怎麼去選擇而已 你要想辦法把後面有機會 漲到股票找出來 好不好 其實我個人認為 其實今年喔 股票你真的可以做理由 甚至到明年 你有幾個股票 你可以做優異 好不好 而且都是三成五成在漲 都有機會三成五成 好不好 其實我都準備好了啦 只是看什麼時候發動的 發動趕快條件去降而已啦 好不好 所以就是把會 後面有機會漲的股票找出來 就是操作的方法 有操作方法 就有會內地就有下一支 好不好 喜歡分享的話可以點個訂閱 按下小鈴鐺 我們節目更喜歡的時間 推播通知你 我節目可以分享到這邊 從馬動足 先機動人漲 我直線祝福大家 明天投訴你 明天見 拜拜 明天見